林淑豪他转战洛杉矶的胡人队之后 在华裔社区再度掀起篮球热 那么第三日届的全球华人篮球赛 在今年会回到美国主办 估计今年将会有世界各地 200多个男女球队 3000多名的球员 会一起到Las Vegas来共襄胜局 被誉为是篮球界的盛会之一 2014全球华人篮球邀请赛 主办方美国中华体育联谊会 今天中午在罗斯密市召开 记者说明会表示 今年将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 200支男女队伍 3000名球员前来 拉斯维加斯共襄胜局 自从我们举办比赛以后 以往刚开始都是洛杉矶 到后来是各地的球员要求 我们陆陆续续 做到不同的国家 从台湾 中国大陆 北京 甚至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甚至澳洲我们都已经去比方一年一次 这个比赛这个盛况越来越大 这项为爱好篮球运动的华人展开的比赛 从第一届于1985年在洛杉矶创办以来 今年进入了第三届 回到美国主办意义非凡 与会大多是退休或是篮球运动人士 虽然在球场上难免为了胜负相争 不过场下大家都是一片和气 目的就是希望达到以求会有的宗旨 每年在这个感恩节 美国的感恩节这个时候 举办这个球赛 我们有差不多70多个城市 然后有差不多20个国家 来参与这个篮球赛 那么去年是在武汉 那么今年是在这个美国 这一个球赛或者一个活动 能够连续的办30年 而且越办人数越多 是也蛮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都希望 既然是在美国开始的 那当然希望30年回到美国来 所以本来今年是在福州的 就把福州推到明年 所以跟他换一下 今年改到洛杉矶 今年设有女子组 35 55 65岁 共49对97场 以及男子组的25 40 45 50 55 60 65 以及70岁等148场 从11月24号起到27号 在拉斯维加斯展开 一共4天的赛程 主办方也希望这项运动 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更多 缔造该项运动比赛的佳机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